大家好,我是冷军 今天我们讲一部 今天逆转的犯罪悬疑片 《一级恐惧》 马丁是一位著名的律师 还会经常接受到一些杂志的采访 他一直以来坚持的观点是 每一个被告都应得到最好的辩护 此时,他因为带离的一个案子 需要经常和州检察长肖纳西打交道 一天晚上 他来到有罗西曼主教举办的一个晚会上 找到了肖纳西 告诉他自己的委托人与他和解的条件 肖纳西让他明天去办公室再谈 马丁还在这里遇到了自己的前妻 美丽干练的女检察官珍妮 看起来他依然想挽回珍妮 而珍妮受够了他的自大和目中无人 没有给他任何机会 第二天 马丁来到肖纳西的办公室 讨论他的委托人潘巧一和控方和解的条件 虽然潘巧一涉嫌敲架等罪行 但警察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将他打了个半死 肖纳西因此同意赔偿他 一百五十万美元 条件是潘巧一离开本州 马丁将这个条件转告了潘巧一 潘巧一同意赔款 但拒绝了离开本州的要求 此时 芝加哥市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市的血案 罗西曼主教在自己家中被残忍杀害 警察行动迅速 将满身血污 仅十九岁的犯罪嫌疑人艾伦抓获 马丁从电视中看到了这个新闻报道 他决定免费为艾伦辩护 如果辩护成功 他将会拥有更大的名声和影响力 马丁来到监狱见到了艾伦 艾伦看起来胆怯懦弱 唯唯唯唆 在他的自述中 他在两年前被罗主教收留 因此 他看待罗主教就像父亲一般 案发时 他去罗主教家还书 遇上凶手行凶 自己吓得昏倒过去 醒来以后不知所措 所以逃离现场 就这样被警察抓获 马丁来到自己的事务所 将这个案件讲给了下属 大家都认为这是很逊的故事 本方看起来迎面不大 但马丁就是打算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周检察长肖纳西和罗主教是朋友 他想要嫌疑犯被判死刑 因此他找了手下最好的律师 珍妮来处理此案 马丁来到案发现场调查的时候 刚好又碰到了真意 现如今 两人各自代表辩方和控方 他们除了在感情上较劲之外 还要在这件案子上较劲 庭审之前 马丁告诉艾伦 在法庭上什么话都不要说 庭审开始 马丁还向法官 请求对自己的委托人进行心理评估 否则在这之前 艾伦不会接受任何询问 因为没什么进展 第一次庭审就这样草草结束 马丁的男下属 去艾伦的住处调查时被人袭击 关键时刻 他扯掉了对方耳朵上的好事 马丁拿着好事去找艾伦 艾伦说 那个人应该是他的朋友阿丽 但是阿丽为什么去他的住所 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马丁找到了心理医生 为艾伦做心理评估 并拍摄他们整个问学的过程 他还找到了真意 想从前妻那里掏出一些信息 但真意很激进 马丁一无所获 心理医生在为艾伦做心理评估的过程中 也获取了一些信息 艾伦很爱他的女朋友 但同时对他很气愤 在案发之前 女朋友就离他而去了 这一遍 马丁在调查罗主教财务的过程中 发现了罗主教和肖纳西 曾共同投资过房地产 而投资的刚好就是自己的委托人 潘乔伊所在的地区 由于潘乔伊等人的阻碍 令肖纳西损失了数百万美元 又一次庭审开始 辩方和检方 在庭上做了激烈的争论 马丁一口咬定 检方找不出艾伦杀死罗主教的动机 而除此之外 检方提供的凶器 指纹 伤口等证据 都指向了艾伦就是杀人凶手 他们还从罗主教的尸体上的刻字 找到了凶手在书上标注的线索 虽然这并不能指明是艾伦所为 但从目前的形式看 马丁即将输掉这场官司 在心理医生的一次询问中 艾伦突然像变了一个人 有巍巍索索变得目露凶光 并对医生大声咒骂 他的表现让医生大为惊讶 这很可能说明 艾伦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 这时 马丁很难下属 知晓了艾伦朋友阿丽的下落 他们在下水道抓住了他 马丁从他那里得知 上次他潜入艾伦家 是为了拿一卷录像带 这是罗主教逼迫他 艾伦和艾伦女朋友 三人共同拍摄的 这是一则很勇用的信息 马丁重新回到罗主教的家中 仔细查看 终于找到了这卷录像带 而这卷录像带 也让艾伦杀死罗主教 有了作案动机 马丁也终于相信 艾伦极有可能是本案的凶手 他找到艾伦 对他大声斥责 在巨大的压力下 艾伦又变脸了 本来微微缩缩的他 转而对马丁又打又骂 他告诉马丁 自己叫乔伊 是他杀了罗主教 咒骂艾伦 是个什么都不敢干的胆小鬼 同一个人 完全不同的两种性格 展现在马丁面前 而后 艾伦又恢复了微微诺诺 对刚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马丁惊喜非常 他似乎又找到了辩护的方法 虽然心理医生确认 艾伦患有精神分裂症 但马丁在审判中 不能改变辩护 也就是说 马丁本来为艾伦辩护无罪 就不能再改为 艾伦因患精神分裂 而对犯罪无则 这件事情让马丁苦恼 他来到酒吧 把杂志记者约了出来 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告诉他 自己为坏人辩护的真正原因 他曾经在肖纳西手下做事 做了违反法律 和自己内心的事情 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不再相信绝对的争议 因此 他坚持为自己所有的委托人 做无罪辩护 接着 马丁和下属们商议之后 觉得可以在法庭上 将录像带公之于众 虽然这是艾伦行凶的动机 但这样可以让陪审团 同情这位受女后的年轻人 从而不被判死刑 因此 他们把这卷录像带 偷偷地放在珍妮家门口 想让他来做这个坏人 珍妮识破了马丁的诡计 他告诉马丁 自己不会使用这个证据 得到消息的肖纳西 也找到珍妮 警告他 赶紧销毁 这卷会对主教声誉 造成影响的呆子 但是珍妮 又不得不找出 艾伦的行凶动机 在法庭上 他集中神职 传唤马丁的男下属为证人 借他说出录像代理的内容 这样既证明了凶手的行凶动机 又向法官证明 是马丁借他之口 揭露录像内容 接下来的审判中 心理医生出庭作证 说艾伦患有精神分裂症 但这种说法 遭到法庭驳回 因为他们不能临时改变答辩 接下来 马丁有意激怒艾伦 终于使得他 在面对争议尖锐的问题时 分裂出了凶手的人格 攻击了争议 这也震惊了现场的所有人 介于这种特殊情况 法官解散了陪神团 艾伦因患精神分裂 被判无罪 被送进医院进行治疗 换句话说 马丁获得了这场审判的胜利 影片最后 马丁和艾伦见了最后一面 也来到了影片的最高潮 艾伦兴奋自己 说漏了嘴 因为他曾说过 自己分裂人格时 是完全失忆的 所以当他说出 自己对真理的所作所为 感到很抱歉时 这让马丁震惊万分 这也意味着 艾伦根本没什么精神分裂 他的精湛表演 骗过了所有人 根本没有艾伦 只有乔一 此时 他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马丁虽然看到了现实 但为时已晚 艾伦终将会被无罪释放 马丁最后才发现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魔鬼 而他自己也成为了魔鬼的帮凶 他意识到这一点 却无法改变事实 他走出法庭的那一刻 无奈地笑了 因为他是一个律师 他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但也违背了自己心里的正义 他为一个所谓的人性本善辩护 最终 人性本善却给了他一记耳光 这是一部很经典的 评审题材电影 艾德华诺顿 表现出了精湛的演技 正是由于他的精彩表演 才将影片的悬念 保留到了最后一秒 这部电影叫一级恐惧 各位再见